有些地区制造面包 用很多虫子来做原料 这些虫子都是人工饲养的 一年赚很多钱 可是吃面包的人 吃了很多虫子 这些因果谁负责 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做法 让人类吃到健康的食品 这是现在社会上一个大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吃的东西 不但是食物 连饮水都越来越不健康了 真是佛在三千年前 讲《无量寿经》里面讲到 那都讲现在 现在人是 饮苦是毒 你看人活在世间多可怜 这种情形很不容易改变 为什么呢 这些年来 大量的使用化肥 使用农药 使用这些化学东西 使土壤都有毒 凡是土壤 你身体植物 通通都带着这些巨毒 这怎么办 连树木化果 它都成了大地上 大地有毒的时候 就没有一样东西没有毒了 水污染 水族也都带着有毒性 所以人生活在 现在这个环境里头 这个饮食是一个大问题 这些病毒带给人 严厉点 这些病患 所以奇奇怪怪的病 就越来越多 这个是 人类自己造的 自己要承受这个报应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那像 外国的这些预言家 讲的就很可怕了 科学家也提出了警告 如果我们对于自然 生态环境 要不能够 恒快地改善 科学家告诉我们 五十年之后 这个地球就不适合 人类居住了 五十年很快 甚至到那个时候 空气里面都有毒 你怎么办 所以这确实是大问题 科学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可是佛法里都有 但是人不相信 人总认为 这个佛教是迷信 是宗教 佛在大臣教里面 告诉我们 一切法 重新向神 跟我们讲 宇宙的起源 讲生命的起源 讲得很透彻 如果人心 都能够断卧修善 这山和大地 全都改变了 什么道理呢 竟随随意心转 所以我们 在学金教里面 也常常提到 我常讲 极乐世界 跟我们这个世界 没有两样 为什么那个世界 那么好 我们这个世界 灾难这么多 疾病这么多 没有别的 极乐世界的人 都是上善之人 没有一个有物念 念头都没有 哪里有言语行为呢 所以极乐世界的人 心善 思想善 言善 行为善 没有一样不善 感到山和大地 树木花草 敬善 敬美 我们今天这个世界 由于居住在地球上的人 心不善 思想不善 言语不善 行为不善 所以感到的山和大地 树木花草 没有一个是善 道理就在此地 如果我们明白了 赶紧回头 断一切物 修一切善 我们能信得过 三年 这个地球上 所谓的是自然灾害 都没有了 问题就是 人心能不能回头 能不能觉悟 回不了头来 那就 这些科学家书说的 这个地球要遭到毁灭 毁灭之后 从头再来起 又从原始时代开始 那就走到这条路了 所以学佛的同修 要知道 要有坚定的信心 大家不能回头 我自己一个人回头 我自己一个人回头 佛法里面讲 共业 别业 我一个人回头 这是我的别业 一个人回头 我一个人回生到好地方去 哪个好地方呢 跟你的善念 善行 相应的地方 你生到那里去 卧念 卧念 卧行 生的那个地方 也跟他相应 这个权力 我们自己有啊 我们有替自己选择的权力 介绍给别人 他能相信 很好 他不相信 也很好 阿赖也是里面 中了个种子 可是 他的悟念悟行 还是有果报的 这个是不能避免的 也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